孟土啊 我们看了一下你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们很为难 我们去你的社区做过调查 你经常在家打老婆孩子对吗 过去他们连饭都吃多 但是现在吃过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 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打老婆孩子 我们家的发展在整个社区来说 是永无共睹的 没问题那些 问的是你打老婆孩子吗 老刘家打孩子你们为什么不问呢 我们现在问的是你 你在家打老婆孩子吗 那么我也问你 你们家历史上没有打过老婆孩子 据我了解 一百多年前你们家太老爷爷 不也打过老婆孩子吗 我们现在是在问你 有没有打过老婆孩子 我已经把不打老婆孩子写进家规了 那你有按照你的产品去做吗 这个家规是我们自己家内部的事情 你们都不全干净 那现在问你 你打老婆孩子吗 我推 我脱弃一切打老婆孩子的行为 我就问你 你在家你打老婆孩子吗 你提这种问题是毫无责任的 你去过我家吗 啊 要不要我邀请你到我们家去多可去看看 你到底打没打过 我告诉你 最了解我们夫妻关系的人 是我们自己 不是你们 所以我有发言权 你们没有 你到底打没打过老婆孩子 你的问题 充满了对我们家人的偏见也傲慢 我们接受一些善意的批评和见解 但是绝对接受指责 请你不要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新闻上都报道了 假新闻 下一报 恭喜你 任职 恭喜你 任职 我们六点半经纪公司需要的就是你这种人才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公司所有艺人的负面新闻 都由你全权处理 某某黑料啊 写起声明啊 甩甩骨啊 你很聪明 你懂得 挺棒的 我会好多的 下 嘘嘘嘘嘘嘘 短 陈祥六点半